时光音乐会第二季迎来尾声 在这里有欢乐有温暖有不舍 想到周深的节目受关了 小编内心就有些难过 不过天下无不散之宴席 我们可以期待他的新节目 今晚跟着时光好友享受美好的音乐时间吧 天真一开口总是让人热血沸腾 而此次收官之夜 他选择演唱这首跟着感觉走 洒气感满满 伴随着快节奏的旋律燃动全场 跟着感觉走 听他的歌确实很享受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我 希望就在不远处等着我 跟着感觉走 让他带着我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 大赛选曲决赛 然后就得冠军 就是周传生老师这首黄昏 18年后再唱黄昏的张栋梁 则藉由温柔纯澈的嗓音 让观众深深的体会 离别思绪 这首歌曲也是小编 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他演唱的歌曲中 多了温暖 让人听了感动 一眼记得从你口中 说出再见 坚决如铁 昏暗中有种烈日 作伤的错觉 黄昏的地平线 画出一句一别 爱情情如永远 你一眼记得从你口中 一眼记得从你口中 节目尾声 龚爽选择演唱经典歌曲 隐形的翅膀 龚爽用自己的方式 演唱了张绍涵的成名曲 作为一位民族唱法女歌手 能够将这首流行歌曲 演绎到没有差错的程度 实属不易 演唱会 最后 时光音乐人与时光好友 翻阅着每一期的合照 回顾了这期节目的难忘片段 在朋友的合唱声中 拉下了时光音乐会2的帷幕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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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再见